英國創作歌手弘法艾德 昨天晚上在高雄試運主場館開場 場內外吸引了9.4萬名的粉絲 創下了新高紀錄 演唱會結束之後 為了書運人潮高捷試運站 特別增派了人員來加強引導 而站長在現場唱起了月台安口曲 陪後車的旅客 不少人聽到之後跟著大合唱 還有民眾大讚是被高捷耽誤的歌手 背著可愛橘貓後背包拿著麥克風聲琴演唱 但仔細看這場地原來是在捷運樂台 而演唱者真實身分是高雄捷運試運站站長 我的心被你選擇到不了的天際 想願意把這東西懷疑了不心 副歌高音輕鬆飆上去 還有流暢的真假影轉換 他是高雄輕軌司機員 三號玩間英國流行歌手洪法愛德 在高雄試運主場館開唱 演唱會結束人潮湧入高捷試運站 為了讓旅客帶著好心情後車 他們兩人特別在月台加場帶來段安口曲 讓已經high翻的粉絲更是驚喜 紛紛拿起手機拍照錄影 站長簡直像極了大明星 邊唱歌還邊跟大家握手寒暄起來 高捷表示演唱會10點19分結束 啟動輸運工作到了11點49分 只花90分鐘就完成輸運 高捷加上輕軌總運量33.2萬 創下今年新高 花枝在油鍋裡炸的香酥可口 不少歌迷擅長後都轉戰夜市大快朵移 高雄市府搭配演唱會檔期推出50元面額的商圈夜市優惠券 超過上百家小吃餐廳都可使用 就盼演唱會能帶動周邊商機 借高雄綜合報導